大家好,欢迎收听民间故事,听有鬼事,恐怖702 那时在我上大学的时候,每年新生入学的时候 大一届的学长就会讲一些恐怖故事,吓唬新来的学弟学妹 当然,最常听到的就是操场万人坑这样的故事了 由于我们学校宿舍高年级的和低年级的学生是住在一栋楼不同层 所以过分一点的会做一些恶作剧,吓唬上网到很晚才回宿舍的学弟 那是我大四的时候,我住在一楼宿舍 那时刚刚结束新生军训,正是大二学长教育大一新生的时候 九月天气也比较炎热,宿舍也没有空调,晚上大家都睡不着 很多学生就跑去学校门口的网吧,蹭空调到很晚才回来 有一天晚上,十二点二十八分,我记得很清楚 当时好不容易睡着,被突然的一声尖叫给吵醒 声音真的很大,因为后来才知道那是六楼传来的声音 我在一楼都被吵醒了 还特意看了一下时间 当时几乎整栋楼连带窗户对面那栋楼的同学都在口吐芬芳 也有很多人好奇,就跑上去看 我犹豫太困了,就没上去 第二天听到别人传言,说六楼的一个新生 晚上看到窗户外面挂着一个人 绳子挂在脖子上上吊一样,而且在疯狂的撞着防盗网,砰砰的响 我们这边是南方,九月还是特别热的 晚上开着窗睡觉,完全感受不到风 但是挂着的那个人晃动的幅度特别大 于是他吓得大叫 他本想开灯 但是晚上宿舍是宿管房里直接关电闸的 所以宿舍的灯是打不开的 等其他摄友反应过来 用手机闪光灯照的时候 人影又消失了 当时大家都不相信 以为这是新生为了报复学长才闹得这么一出 就在三天后 还是晚上十二点二十八分左右 我再一次被惨叫惊醒 这一次是好几个人的声音 大家都知道发生了什么 都往六楼冲 想第一时间抓牌到这个爆炸新闻 我也不例外 当我们冲到六楼的时候 只见还是上次那个寝室602 几个学弟穿着睡衣在走廊上吓得发抖 宿管带着几个人进了寝室 却什么也没发现 这次寝室里六个人 同时确定有一个人被吊在窗外 摇摇晃晃的撞他们的窗户 而且他们看出来是个女的 因为头发很长 大家都很疑惑 这栋寝室一直以来都止住男生 宿管对寝室的进出是格外严格的 女生是不可能进入宿舍的 但是看他们的样子也不像撒谎 于是学校开始调查此事 第二天 学校就查出来了 原来是楼上的702寝室的大三学生 想吓唬楼下的新生 想出这么个绝招 由于我们学校宿舍六楼以上不装防盗网 所以他们用买来的充气娃娃灌上水 用绳子调到楼下 然后在楼上摇晃 等听到楼下的惨叫声 就把娃娃拉上去 因为这件事 那个寝室的几个学生被寄大锅处分 本以为这件事就这么结束了 但是最可怕的才刚刚开始 就在他们被处分后的第三天 还是晚上12点28分 还是602寝室 还是震耳欲聋的惨叫 本来我们觉得 还是702的学生顽略成性 不知悔改 但是接着我们就被吓蒙了 因为这次叫声是杀人了 整栋楼都响着脚步声 不停的有学生往602宿舍冲 又不停的有学生吓得往外跑 等宿管打开灯 大家才发现 这次不是恶作剧 是真的 马上查到是702宿舍的六号床学生 他吊死在602外的窗户上 他把绳子一头绑在推拉窗框上 另一头绑在自己脖子上 直接从棋楼往下跳 绳子长度刚好到六楼 当他掉到六楼的时候 绳子的拉扯力直接将他颈椎扯断 当场死亡 他用他恶作剧的方式 吊死了自己 当天晚上警察就展开调查 调查结果也是自杀 奇怪的是 他事前没有任何自杀倾向 学校为了安抚702的其他学生 把他们安排到了其他宿舍 把702宿舍暂时封锁了起来 这件事看似就这么平息下来了 还是三天后 还是晚上12点28分 还是602的惨叫 大家心里已经估计到发生什么了 这次有些人往602宿舍赶去 而有些人则直接冲到702宿舍门口 果然 宿舍门被打开了 而宿舍尽头的窗子上 系着一根绳子 没有人敢过去看 直到宿管到窗口看了一眼 也吓得跑到门口 打电话报警 最后是警察把绳子拉上来 这次吊死的是5号窗铺的学生 调查结果还是自杀 但奇怪的是 宿舍被锁上了 钥匙在宿管那 这个学生是怎么打开的 那时候宿舍也没装监控 所以也不知道 这下整个学校都开始紧张起来 每次都是间隔三天 都是晚上12点28分 都是原来住在702寝室的学生 学生之间开始流传各种留言 比较火的说法是 一个相袭来的新生说 他小时候听爷爷说过 一些灵魂会附着在一些 类人物体上 比如洋娃娃 国外的安娜贝尔 很多人都熟悉吧 比如农村的稻草人 然而附着着的灵魂 可能是善灵 也有可能是恶灵 而那几个学生开玩笑的时候 正是九月 那时候刚过完农历的鬼节 并且是晚上12点左右 用一种残忍的自杀方式 吊起一个娃娃 这样就容易招来恶灵 因为很多恶灵不是善中的 最后恶灵留在了他们寝室 附着在他们身上 害死他们 当然 这样的说法是被学校否认的 学生也是将信将疑 但是大家都知道 学校的领导也查不出来什么事 所以 也在一定程度上 认可了玄学的说法 最直观的就是 把原702寝室的另外几个幸存者 转到了另外一栋楼 并且晚上11点以后 宿舍大门关闭 并且暂时取消吸灯的规定 这一决定下来 整个学校是又喜又怕 不吸灯意味着可以玩通宵 同时意味着 学校也怕了 所以那几天周围几个宿舍 是通宵开灯睡觉 特别是602几乎不睡觉 但是 这一切都阻挡不了三天后的惨剧 同样的时间 这次是对面楼的702宿舍的惨叫 紧接着 是我们这栋楼的602宿舍 发生的事情 大家也都猜到了 原702寝室四号床 至于最先发出惨叫的是 对面楼那是因为 对面楼的学生 知道这是第三天 担心再次发生事故 又人开灯 所以想观察一下 对面楼的702宿舍 就算有鬼 也不敢明目张胆作祟吧 结果 他们太高估了自己 他们清清楚楚的 看到我们这栋楼的702宿舍 有一个已经被绳子吊着脖子的人 从窗口一跃而下 然后重重的砸向602的窗户 紧接着是602的惨叫 而他们几乎被眼前的这一幕吓疯掉 更奇怪的是 原702的另外四个学生 已经被转移到六号楼 我们宿舍是三号楼 并且两栋楼的宿管再三确认 两栋楼的大门紧锁 702宿舍大门反锁 并且10号楼宿管 在锁门之后 亲眼确认了 原702宿舍的另外四个人 在六号楼各自的寝室内 然而此时六号楼和三号楼 以及702寝室的门大开着 并且没有撬锁痕迹 仿佛是被钥匙打开的 而钥匙只有宿管手里有 并且由于没有熄灯 所以宿舍楼里的人 也没有看到这个学生来过 他是怎么到702宿舍的 警察都没有查出来 最后学校将剩下的 三个原702宿舍的学生 送到警察局保护起来 然后叫来了他们的家长 给他们开具推荐信 让他们转学或者退学 并且趁着中秋节学生 回家期间 请来了道士 做了两天访 这也是我们在收假后 听同学说的 然后封闭了三栋602 以及702宿舍 收假后 很多学生带来了 各种千奇百怪的福祉 法器 佛像 放在自己寝室驱邪 这件事 也就此平息了 至于702宿舍 剩下的三个幸存者 最后怎么样 也不知道 大家说法不一 有人说 都死了 也有人说 活得好好的 不做死就不会死 你可以不信 但是对于一些未知 并且自己无法掌握的是我 最好还是不要去招惹 感谢唐小剑分享的故事 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是阿浩 咱们下期再见 感谢大家的收听